王先生你好 那申請的客人 會否可以說一下 什麼時候上樓書 或者什麼時候蠢價 我們現在的Sales Posture 就已經準備得七七八八了 應該是春節後 應該大概2月底3月頭到 將一切Sales Gallery 準備好的時候 我們就會隨時開放給大家 那開價方面 會否有什麼參考 或者定價方向會怎樣 主要是大家剛才看到我們的介紹 我們樓盤的特質 都是屬於一個專上的豪宅 我相信不同的市民 會因應他們的需要 會看到的 我們會因應我們樓盤的特質 市場的環境等等 去定價的 不好意思 大家盡量看中間 你照顧這個 就是問了你對著鏡頭 會不會都有機會成為 六年第一炮 即是投靠新闊 這個就是 我們會看回 我們剛才說 我們的Sales Posture 已經是準備得七七八八 也都是會因應回 開這個聯盟之後 市場環境 還有一些周邊 如果用來準備授稅 都會隨時準備開的 因為見到這個項目 都是集團第一個項目 但就遇上 就是樓市氣氛 都不是說那麼好 會否可能有些失望 或者是有些失業 算了 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們黃星集團 做項目 就是精心炮製的 建立品牌 由我們三十幾年 從事這個建築的經驗來說 都是用心去做 用心去起 我相信 就是我們的用家 我們的賣家 他們是懂得去選擇的 至於 他們看到的因素 去選擇 所以我覺得 市場因素是一部份 但我覺得大家會更加看到 這件是正的 大公部的 我想問一下 是否三月有機會賣 怎樣 三月有機會賣 這個我們一切就緒 都會有機會賣 我想問一下 那個定價 會不會都是產物 可能附近 可能比較風景多 有啟燈的發展區 各自的環境有不同的 我們是在觀塘 這個九龍都 這個核心地段 周邊的配套 亦都是非常之成熟 我們的樓盤的特質 亦都是交通的很便利 無論你是去觀塘 去中環 去西九等 都很方便 所以我們這個定位 是由我們自己的 優熱的位置 在這裡去定位 那有沒有怎樣看 今年的樓市 今年的樓市 大家看到 就是 中澳市場是水平之好的 這裏也是很穩健的 大家都看到 中澳市場 在去年來講 是有一個百分之五到十的升幅 特別是圍繞著 四百多隻到八百多隻 這個空間裡面 這個我相信 受惠於我們 我們香港政府 推這個專財政策 有一個需求在這裡 還有很多用家 等著入市 但如果想看更多的市 那就要中環 所以我們看到 有一定的 demand 在這裡 所以最近也看到 都開始很穩定 大家對利息的 到頂的預期 都是越來越solid 那我相信 下半年如果 利息開始增加的時候 應該會有一定的 專家在這裡 我們現在的專家 好 我們的看法就是 其實大家知道 美國的利息也開始穩定 那我相信 再放存款 在銀行上 也要想多個考慮 同時 我們的partner都說了 很多的租務的市場上面 也是公不認求的 對我們和代理 和市場的理解 租金是不斷地上升的 就是在過往這一年裡面 相對上 那個利息降低 租金回報升高 我們相信 就會有利 帶出市場裡面 很多有potential的客人 出來會賣樓 加上這個專財 我們已經有4萬 都到了香港 那麼我們都理解 暫時的初步是會租的 那麼這些這樣的需求 前度的需求 將來會變成一個 即是買賣的了 那麼我們相信 就在很短時間裡面 就會 這個負責市場就會恢復 那麼我們覺得 現在市場就會開始穩定 還有開始會利好 想問一下 商場面積多大 還有是不是計劃長線收中 商場面積 我們的商場有五萬多呎 那麼我們的定位 是會作為一個長期持有的物業 出租為主 那麼出租呢 我們就希望 因為我們周邊都有很多的住宅 那麼我們就希望 就以一個 這個教育作為一個主題 以及一些生活的配套 那麼目前我們已經是有一個 這個國際品牌的國際學校呢 進來我們這裡呢 就作為這個遊園園的 嗯 有什麼提到 可能說那個 就是職後可能 大家會加了 那麼其實要計劃 一個項目的那個 賣家 可能那個投資者 會加給你多少 我們猜呢 就是初頭會用加多些 期後 跟著那個利息穩定 或者開始降了 那麼大家看 傳媒的朋友都時候 開始銀行的定期呢 那個利率開始降低的了 那麼相對上呢 就會我們相對是 頭段是會 融加多些 但是後半段 或者是 隨著這個 幾月之後呢 就開始 投資者都會入市的了 那麼因為那個回報率呢 就會 相對上是一個提高 那麼會不會說 看好那個 收租的回報 或者那個赤租那些 會不會有個估算啊 還有會不會說 就是都分明這樣提到 投資者那裡 那個 demand 越來越多的時候 會不會針對他們 出優的 我想 我不講過樓盤 我講過整個市場 那麼我相信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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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化呢 就會怎樣呢 就是先是用家 跟著呢 就會投資者 跟著就是 上向 上向的意思就是 說用家和投資者一齊出動 是的 那麼其後就會看一下 市場呢 其他經濟的情況 那麼我相信呢 就會 未來的市場會 更加平穩 更加會向好 你剛才說到 國際幼兒園 可不可以說是哪間 還有它會佔用那個 樓盤 其實可能大家 在傳媒上都知道 聽到 也都收到的了 因為是這個Harrows 在傳媒那間Harrows 那麼校長呢 已經在 上個月呢 亦都發了封信 給家長呢 就通知呢 就來緊他們在 觀塘道 55號呢 就會有一個 Purpose Build 的 幼兒園在這裡 那麼 然後呢 就將來呢 學生呢 他們是會升上去團園的小學 會有多少時候 科林園有幾大 它是正重的 去佔我們商場面積 大概一半面積到來 哦 就是超過兩萬呎 兩萬呎 用後補充給你們 好 會有幾個示範單位 哦 我們的示範單位 是設在這個園景新色 會有幾個 你當時 四個 什麼戶型有的 稍後會公佈給你的 下一個記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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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放心有的 很快會見大家 其實之前都說過 總投資額 整個本要過百億 就是計算 接近一百億 計算 是否也要過兩萬呎 那就不用了 既然都看好了後市樓 那集團之後 還有沒有什麼 在香港的住宅計劃 其實我們就 一直以來 都是扎根香港的 然後呢 再發展 所以香港學 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們早前 在灣仔 也都強化成功了 一個地盤 所以我們除此之外 我們在新界 都有一些 土地的儲備 在那裡 現在還有哪些 住宅項目 這些都要一些時間 我們去申請 用計劃 我們土地儲備 在那裡 今天我們就租 好分 搞個半個 想問一下 項目拿了 拿走了 想問一下 住宅單位是傾向賣的 會不會保留收租的 住宅單位 我們大部分 是以賣的為主的 但是 如果頂層有些 比較特色戶的那些 我們就會另外再 董事會再商量 差不多了 那現在財政預算案 有沒有什麼建議給政府 我想跟大家一樣 希望政府能夠切辣 因為我們看到 辣椒在合適的時間 是需要的 2010年的時候 看到當時 地產市道是非常上 政府出這些措施是合理的 我們幾時都會說 不論我們做生意的也好 或者我們是工作人士好 我們要買樓好 等等 我們需要一個穩定的環境 穩定的樓市 如果樓市在一個合理區間 裡面有上有下 這樣的話 大家是可以有個預算 譬如說我已經有樓的話 我知道我繼續 供不供得起 我準備入市的時候 樓市要上要下 我們有 所以我們要的是 一個平穩的市場 正如我們家超特首一樣說 我們政府 希望有一個平穩的市場 今天大家看到 在過去這兩年 樓市跌幅已經是 超過了25至20 左右 我覺得我們需要一個穩定的市場 大家去工作去發展 所以我相信也很期望 我們財政司司長 能夠由一些措施 來支持經濟發展 好 還有一條 不過我想問 其實樓市 切了欄 其實十月的時候 都切了一次 但其實看到樓價的跌勢 好像反而 可能加劇了 其實會不會 反而你們會不會 全面切欄 會不會有這個可能性 我又不是這樣看 我覺得 那個辣椒 在合適的時間 設施 現在大家都覺得 已經穩定了 也沒有需要這個措施 在合理的撤退 另外 我也在這裡 也都期望 德區政府 我覺得在樓宇案件 可以做一些事情 除了九成案件之外 我覺得 在這個壓力測試 也可以稍微放寬一點 好了 都差不多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